看看新闻网 金太郎王磊不仅是荧幕上的好女婿好丈夫 现实生活中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居家好男人 这不呢大婚将近 王磊就带着自己的小娇妻一起出动了 挑婚纱 选手是全程陪伴左右 耐心至极啊 稍微有点水 一边伴着挑婚纱 一边耐心的给建议 这个80后的大男生 火托托一个现实版的灰太郎哟 哎呀 吓唬 对呀 那个 我看哪套都好看 啊好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情人眼中除夕诗呀 瞧瞧人家这甜蜜的小两口 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呀 好的人说信誉说 在婚礼之前 不要让亲爱看到 给她一个surprise 所以 我最终还决定给她一个surprise 对 就是说刚才我选基本都白选 呃 这个这个 我说新郎官千万不要失望哟 有惊喜才更够味嘛 时间紧迫 咱还是赶紧赶下一个场子吧 这个 还是这个 哎呀 到底是选哪一款才好呢 主婚纱这个 我觉得挺好的 挺好的 挺好的 所以我说婚礼就是这个 集这个道具 蔓延 摄影 制片 主任 这个 浮华道 余一生 等于新郎 新郎等于浮华道 那岂不是婚礼要等于舞台剧了 啊 就在那儿猜那个 原意猜吧 好玩吧 但虽然我感觉我 从 刚才想要站在舞台间 舞台间多 我说王雷大哥 你要小心点弄 舞台上将要站着的可是您的乐障 老的泰山 先正常走吧 嗯 就是 可以最快一点 其实每个人的婚礼 我觉得都有每个人自己独特的气质 因为人和人性格都不一样 而且每一段爱情也不一样 所以也不用刻意的别出心裁 我觉得就是真挚 热情 可去享受这段幸福力 就可以了 新闻再见 北京采访报道